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灵愿这个人从小就有大字 他有很高的字向 但是我们说一句话 私人往往真的有很高的字向的话 做不了大事情 私人这个想法很多跟现实有时候不太切合 你像李白他有大字 李白很想当怎样 谢灵愿也很想当怎样 就当皇帝以下的第一个人 谢灵愿的生平当中有一段很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大家把文学史回去看一下 谢灵愿的生平文学史里写的比较详细 我们大家知道曹魏时期都非常注意 曹培和曹瑞他们都非常忌讳 自己的兄弟自己的曹家的人也是掌握政权 因此他很压制 后来司马寺向曹寺进军的时候 他简直没有办法 后来司马延接受了他的教训以后 司马延让自己的亲手们都掌权 结果揉了个霸王子乱 大家都有兵权 揉了个霸王子乱 人家权力拿不走 自己家里的人是打起来的 是不是啊 且打不打霸王子乱的 结果是司马寺最后被赶到南方了 是不是啊 南方倒是还没开发了 北方倒被人家占领了 那么到了刘宋 刘宇做了皇帝以后啊 据说他有个想法 曹魏不能够学 司马的晋朝也不能够学 那么他学什么呢 据说他有个想法 就是儿子们以后啊 人流到皇帝 大儿子到了二儿子 到二儿子到了三儿子 这个他也不错啊 他有个设想 设想 那么谢灵韵就瞄准了刘宇的第二个儿子 叫卢林王啊 叫卢林王 大儿子刘宇福是太子 太子那年是17岁 他结交的时候 我们太子只有16岁 那么卢林王15岁 第三个儿子刘宇荣 卢林王刘宇荣15岁 第三个儿子刘宇荣 也是15岁 大家说这么两个儿子都15岁 这没关系啊 皇帝的儿子 皇帝老婆很多啊 是不是啊 他童年生的嘛 第二个儿子 第三个儿子 母亲不同 那么谢灵韵跟那个皇帝的 第二个儿子刘宇荣关系 搞得非常好 刘宇荣对谢灵韵 他被欣赏 这个小孩子讲话有时候乱讲啊 他爸爸有这样子的安排 他有可能做皇帝以后 这个小孩子在外面乱讲了 15、60岁的小孩子讲啊 假如我做了皇帝 我要叫谢灵韵 年年之两个人当贼相 叫一个和尚惠林 当相当于我们今天 南京的第一八舍 当京城的第一八舍 皇帝还没有做 八字还没有 一批还没有批来 他关系封下去了 你想想看 听到了这样子的讲法以后 最心里最难受的 最妒忌的是什么人 你想想看 当朝的 掌权的大臣 是不是啊 如果你这个人当皇帝的话 怎样是谢灵韵给年燕姿 京都的最高领导人是惠林 当然这个想法 小孩子的想法非常奇特 怎么好像叫一个和尚乖乖乖的 一个金丝呢 是不是啊 首先想到的就是 当时的徐贤之辅量谢毁 这批当真的大臣们 刘宇当时身体已经不太好了 后来刘宇死了之后 我们大家知道是 他的大儿子刘宜福做了皇帝 做了皇帝 叫少帝 刘宜福那年17岁 刘宜征16岁 一个小孩子15-16岁 相当于我们现在 中学几年级啊 初中还没毕业吧 这几个大臣们 徐贤之辅量 谢毁他们很记恨啊 首先 老皇帝死了 新皇帝上台的第一件事情 就造了一个皇帝的命令 把第二皇 刘宇的第二个儿子刘宇贞 就是那个奴隶王刘宇贞 贬为庶人 贬为庶人什么意思啊 就废除你王子的一切待遇 废除你奴隶王的一切待遇 把你变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 有普通老百姓生活的习惯 你想一个王子 忽然被贬成一个庶人以后 会有什么结果 这个奴隶王很快就死掉了 死掉了 被人杀掉了 这个杀嘛 随便这么杀都可以了 你反正一个小孩子嘛 15-16岁 对不对啊 不难的 你随便派一个人就可以把他杀掉了 这个杀掉的事情以后 最难受的是什么人 最难受的 当时是他的哥哥刘宜甫 就是当时的皇帝 这皇帝想想什么 我们又下命令 你们用我的命令 把我的弟弟免掉了 免掉了 贬掉了以后还被杀掉了 他心里感到非常难受 那么有时候跟人家讲出来说 三个当真大臣啊 许贤之辅量 谢国这些人啊 太很多了 把我弟弟都干掉了 他可出怨言 政治上这个可出怨言呢 有时候会惹人大祸 三个人一听 皇帝可出怨言 你现在还小17岁 当你亲自掌握政权以后 我们这几个人性命都难保 他又想了个办法 用皇太后的旨意啊 把这个刘义甫皇帝也免掉了 也贬为数人 贬为数人以后呢 废掉了之后也就死掉了 死掉了 他们想想第三个人最好 第三个人叫刘义龙 这个刘义龙做皇帝最好 最听话 大儿子二儿子没有之后了 那做皇帝的自然是第三个刘义龙 刘义龙就是后来我们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皇帝 宋文帝 他做了三十年 他的年号叫原家 做了三十年宋文帝 宋文帝 用一个文字来最后总结他的一生的 可见这个皇帝是不错的 汉文帝 宋文帝 都是很有名的 这个刘义龙是这些老臣们看起来很老实的一个人 是十六岁嘛 对吧 和他做皇帝 我们可以做得稳一点 恰恰没想到这个刘义龙非常有本事 你把我两个哥哥干掉了 这三个老臣是我要对付你了 这两三年子女啊 他把三个老臣一个一个都杀掉了 杀掉了 最后刘义龙掌握了政权 我这里要讲的是政治大事 跟谢灵运有关系的一件事情 就是刘义龙他做了皇帝以后 他对谢灵运仍然是非常的器重 他召见了谢灵运跟他谈谈 谢灵运是个诗人啊很有名啊 他问谢灵运你最近做了些什么诗 谢灵运如果有政治头脑的话 当场可以写一首诗 你把刘义龙勾送一番不就得了 对不对 这个谢灵运也很有意思的 他说我诗写过一首 我写了一首诗叫 《故刘义珍墓下座》 就是我去看你的哥哥啊 我经过他的墓的下面 我写了一首诗 我念给你听听好不好 这个刘义龙听了 当然也不能说不好 经过我哥哥的墓下 但心里呢 对谢灵运还是有点不太喜欢的 不太愉快的 那么谢灵运后来我们大家知道 他做了一些官 林川内史 做了一些官都不大 不大 后来做了永家太守 林川内史的江西 永家太守就是我们今天的温州 当时温州叫永家 永家 现在我们的永家县 在温州边上一个县叫永家 就像南宋的时候 我们杭州叫林安 现在林安已经 已经 这个名称已经被杭州边上的一个县拿走了 是不是啊 这个地名的变迁呢 大家要注意 要注意 所以他做了永家太守 永家是温州 温州这个地方啊 当时很偏远的 现在很有名啊 温州模式 是不是啊 现在交通也方便 火车飞机汽车都很方便 但是古代的温州呢 大家觉得这个崇山峻林当中一个穷海边 那谢林安去温家太守 他心里是不愉快的 他觉得不能够满足他的政治上的一些欲望啊 那么他后来也有人不断的到 谢林安不断的柔四 他这个柔四呢也很有意思 我们今天说谢林安游山玩水写山水诗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谢林安的山水诗 就像我们今天去游山玩水写一通就行了 历史当中记得怎么样子啊 谢林安的游山玩水带了一百多个人 这一百多人手里拿着覆头 一路走一路把树砍过去 他谢林安要看人家没有看过的山景 这样子的 谢林安家的上鱼 上鱼的南面就是陵海 这家的陵海 是不是啊 当时一个陵海军的太守有一天 接到报告说 山宅来了 山宅啊 山上有强盗来了 强盗干什么 这砍树一路过来 啊 我们大家知道 这砍树砍过来 我们 部队先行的时候 总有先行的部队 总是 逢山客路 玉水敌桥 对不对啊 总是这样子的 后来一打听说 是康罗公这游山 我们可以知道 康罗公这个游山啊 有的是 真的有点过分 过分 云死顺利 大批的被破坏 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了啊 当时书很茂密 谢灵人还发明了一种鞋子 这种鞋子 我们大家读过了啊 梦游天墨 您 刘比利利利讲的 谢公祭啊 就他谢公祭 深增青云祭 千半壁险海热 空中文天祭 大家都会背诵了 对不对啊 这个这个谢公的祭很有名 就像我们今天女同学的高跟鞋差不多 她上山的时候穿高跟鞋 下山的时候前跟高 后跟低 这个鞋人员游散玩谁啊 也玩出很多名堂的 她可以获得很多的专利 专利 她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她还向朝廷打报告 希望把绍兴的回中湖赏给她 皇帝没有同意 皇帝没有同意 回中湖干什么呢 这个回中湖啊 她可以把它填了之后啊 大概下面玉米起得比较厚 她把水放干着就变成自己的田地 所以谢灵运这个人啊 也有一点不遵纪守法的 也有一点不遵纪守法的 所以说从她主观上来说 我们今天看起来这样子 有时候她还把家里的佣人啊 有时候弄掉一个 也弄出官司了 所以谢灵运这个人啊 有时候事情不断 结果有人到宋文帝面前告谢灵运的杖 说谢灵运要造反 那宋文帝还是保护那些有名的文人的 就把谢灵运送到广州去 离开你的家乡 离开这种是非子弟到南方去 广州当时也不是 也不是像今天这样发达的广州 后来到了广州以后 谢灵运再有人再告 告到宋文帝那里 说谢灵运写反思 真的要造反 要联络谁也联络谁 最后在朝廷的很多人的压力下面呢 宋文帝命令 在广州把谢灵也杀掉了 所以这个斯人呢 也是悲惨的意思 但是我们今天呢 我们说他留下了一批三岁死 我们今天的文学史 给他冠一三岁死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名称 我们现在来看看他的三岁死 看看他的三岁死 我们先看他的一首 灯瓷上楼 这是他在做勇家探手任上 写的一首诗 温州有一个岛屿 叫江新宇 江新宇 我们这里自己做的 可能有温州的同学 你想想看江新宇 江新宇我去过几次 这个江新宇啊 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我们 去一趟的一个地方 谢灵运 在江新宇上登上了一个慈上楼 现在江新宇上 还订出某一个房子里 说这个就是谢灵运当时住的地方 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说不定也有点姻缘 说不定也有点姻缘 潜酒迷幽自飞鸿降远音 不消窃云府西窜坐渊臣 什么意思 潜酒 这个龙潜在水里面 他把自己的姿态都隐藏着 躲在深深的水的下面 飞鸿降远音 鸟 那种很大的鸟 飞过天上的时候 声音可以传得很响 很响 不消窃云府西窜坐渊臣 我呢感到非常的遗憾 我没有那种大鸟 那么能够飞上高天的翅膀 我也不能够像潜酒一样子的 沉到水里面去 可以躲避一些祸患 谢灵愿可见他当时的政治形势 他感到比较险恶 我这个人做官怎么样呢 进得自所作退更离不认 我假如要往上进的话 我觉得我的力量还不够 我的聪明才智 我的品德都不够 都不够 因为谢灵愿他很想做的 就是刘亦珍答应过他的这项 他做当朝这项 他其实做来做去呢 是一个地区的一个态势 他感到不满意 那么你叫我完全离开官场的话 退更我离不认 像陶渊明这样子完全退赢 他说不行 谢灵愿跟陶渊明的差二十岁 差二十岁 这个谢灵愿跟陶渊明有没有见过面 我们很多人研究啊 演技不成名堂的 因为作品太少 当时 但是谢灵愿跟陶渊明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这个朋友就是楼山东陵寺的和尚 叫会员 会员 会员跟谢灵愿有震大的四哥 跟陶渊明也有震大的四哥 都见过面 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就证明他们两个有交情了 这个不能够证明 这个不能够证明 我们还得等着一些死料的一种发现 如果有发现的话 说不定两个人见过面 这个退更立不认 是不是指陶渊明 我们没办法确定 没办法确定 就是像陶渊明这样子的隐居退隐呢 我还是做不到 做不到 他在讲自己的命运 训络返穷海 勿欧对空灵 为了一点官场的俸禄 为了做官 我呢 心里到了穷海的边上 我们今天哪个人家 到温州去做官呢 说不定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 温州是全国文明的一个城市 是我们浙江省的一个大城市 交通系的也很方便 是不是 但是 那个时候陶渊明觉得 你把我送到温州里做官 简直是对我的一个看不起 看不起 穷海 这个穷海边 勿欧对空灵 我现在生病了 空空的对着一批山灵 我不能够出去游山玩水了 警政 媚集后 见黑 占亏灵 警政 我躺在被窝里面 耽误了很多的美好的死光 我现在拉开窗帘布 慢慢的看 悄悄的看看 外面的情景怎么样 晴儿 临波兰 举墨 挑去行 我擦着耳朵听听看 这个温州是靠海的 海上的波兰啊 这个浪的声音我可以听到 举墨 挑去行 我抬起眼睛呢 可以看看 山上的山路 看到外面什么景象呢 陶一鸣可以写景象 歌旅风 新阳给雾音 外面的景色已经焕然于新了 春天到了 阳光照下来 已经改变了原来冬天阴沉沉的那种绝面 下面两句写得非常好 直到生春草 月流便民情 这个是千古名句啊 直到生春草 月流便民情 写得好 这是名句 大名句 谢灵韵也好 谢挑也好 他们的诗歌当中啊 都有很多的名句 我看到这些我就想起诗经 我就想起草词 想起这些文学作品 说句也永久离群难处行 我一个人居住在温州 我感觉到我不能 我感觉到啊 这个是 非常的时间 过得非常长久 我们大家知道 人心快乐的时候 时间过得快 人大概一个人过得 比较自知之的 心里难受的时候 时间就过得慢 离群难处行 我离开了群体 难以相处 我们大家知道 一个人最好生活的什么 最好生活的精诚 中间社会里做温 最好的精诚 离皇帝越近越好 皇帝 在京城做官 一般都是皇帝 看着顺眼的人 当然我说 那是封疆大理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封疆大理都是皇帝 把自己亲信的人 派出去掌握大权 一般的官员 在京城最好 尤其你像宋朝 皇帝看到你不顺眼 他把你骚骚送出去 看不见 看不见 眼不尽为尽 假如皇帝看到你头大的话 把你又送越远 有时候你像苏东部 把最后送到 送到那个雷州半岛 沾江那个地方去 是不是 开头送到黄州 对吧 后来第一次扁 扁到黄州 第二次扁 把它扁到雷州半岛 到了雷州半岛 苏东部想想 我已经到了天涯海角了 那么我就在那里定居吧 反正回去也不太可能 因为新法旧法的一种关系 政治党中的一种关系 我就在那里造房子吧 苏东部大人拿着 接受了 在沾江造了一边房子 苏东部对头人说 你还造房子 我这把雨往南粉 最难就到哪儿去了 大家知道 很难倒 苏东部还把他弄到 海南岛去了 是不是 这个事情 当然最后呢 他回来 回来 走到路上 就死掉了 苏东部是很旷大的一个人 尽管他遭遇非常不幸 两次奸臣作馆 两次外任 外任到了我们杭州 两次的外任都到了杭州 两次遭遍 对不对 他的大循环 他的人生轨迹 就这样子 那么谢灵韵呢 他也想看到这样的 皇帝大爷看到我不顺眼 把我从南京 今天叫南京 对不对 把我遭到温州来 当时叫永家 是不是 这个心里感到不舒服 李克的精诚 离群难处行 这个我的心放什么地方呢 最后安慰自己 操自弃道骨 无闷争在尽 自古以来 那些坚持高超接受的人 都是生命当中 都会碰到这样子的 艰难确实的历程 谢灵韵也会安慰自己 也会安慰自己 这首四个 我们看看 他写那个灯瓷上楼 看到的和想到的一些情景 写得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中间的这一段 写景写得非常好 尤其是 祠堂生春草 原流变明晴 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这个四个当中的明句 这是明句 好 好 好